大家好 歡迎你來到協恩的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HKCE1997年的PayPal1 第二條B拍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我先看看題目 它就叫你Simplify這件東西 就是1Over 這裡整個都叫Wattika 就是2開方巾3加開方巾2 很明顯這條就是玩一些有理化Versionization的題目 好 拿張單看紙出來才慢慢跟你說 首先在這裡 如果你讓我做的話 它是1Over 就是2開方巾3加開方巾2 如果你讓我做的話 我們做Versionization有理化 其實就是Malika的名字 不用怕的 什麼叫做Versionization呢 其實就是簡單的說 它叫你瞄著墳墓 因為墳墓有開方巾不漂亮 所以要做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就是瞄著墳墓 那墳墓是什麼呢 你全部東西等待會照抄 不如我先這樣寫 就是1 然後Over 這些我都照抄的 就是2 開方巾3 再加開方巾2 我沒有做過新的東西 我全部都是照抄左手邊藍色的那一塊 然後做的動作 Versionization就是以下這個 就是看著墳墓 對著它照抄 不要管這些加減好 對著它照抄 那究竟是加好正減好呢 其實就是你要看這個 如果它是加的話 你就變減 這裡就變減 所以我們就加變減 減變加 就是和它唱反調 這個是加 這裡就是減 可以嗎 那你無端端在藍色部分的下面 成這塊東西不行 所以上面都要成同一樣的東西 所以在這裡 我就會成同一樣的東西 就是2 開方巾3 再減開方巾2 這個動作 紅色這個動作 其實我們就是叫做 有利化Versionization 其實是個名字 你不用理它 最重要你知道就是 以後看到墳墓 下面有開方巾 就不靚仔 不靚女 於是要怎樣 做一個動作就是 照抄它在旁邊 成了它 不過正符號要調轉 就是出符 因為這裡正 正就變符 下面無端端成這塊東西不行 上面要成 為什麼要成 因為你可以約它 等於沒有做過 現在看到嗎 就跟藍色一樣 看到嗎 所以其實在這裡 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 當然有好處 好處 好處在哪裡 上面 或者處理下面 下面那塊東西 就會是2 開方巾3 整塊東西的二次方 根據 A二次 減B二次 就等於 A加B乘A減B 所以 其實這個 是Unity 再減回 這個 就是 開方巾2 的二次方 當然 我想寫好一點 所以我下低一點 而上面這個 就放了一個分數線 然後上面 就會是1成2 這批紅色東西 就是剩下紅色 不過我不用紅色 就是這個 好 而事實上 如果我們繼續做下去 你不難發現 我們先放兩個戰爪 進去拆掉下面 好嗎 不愛過庫護它 所以下面這塊東西 如無意外 應該第一塊東西 就是12 原因是2如4 接著第二個戰爪出 開方巾3的二次 就是不愛過開方巾3 不愛過開方巾3 抵消了 就是3 所以4乘3就是12 好了 再減什麼呢 後面這塊東西 就是開方巾2的二次 就是不愛過開方巾 cancel 就是2 而上面 我們繼續 會是 2開方巾3 再減開方巾2 照寫 所以 終極答案是什麼 沒有 上面就是照寫 就是2開方巾3 就再減開方巾2 接著再over些什麼 就是over 下面就是12-2 就是10 終極答案就應該像是這個 好了 來了吧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今天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